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今天谢谢你啊 一直困扰我的问题 突然我就毛色蹬开了 郭老师 您都谢了我好几回了 我呢就是随口一啤 还是您自己的云光一线 行了 行了 咱俩就别再互相吹捧了 不过话说回来啊 你有没有发现 每次一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 反而还真是挺有默契的 真的很神奇啊 是吗 那 郭老师 您觉得我是多少赫兹 你是多少赫兹 我还真不知道 但是有一点我可以保证啊 你肯定不是一只海龟 你咱是海龟呢 好了 好了 也不早了 赶紧回去吧 那我走了 拜拜 郭老师 知不记得我跟你说过 五十二赫兹的鲸鱼 肯定不只爱丽丝一只 她不孤单 有谁能够理解我这个时候的心情呢 三十多年的快乐轻松 终于到了承担后果的时候 二十岁的时候说 男人三十十到卡 真正到了这岁数 才知道 这不光是坎 还是放大镜 她会把一切好的坏的 全都放大还给你 倩倩在微博里有一句话 是这样说 我们侵蚀着世界的物欲 标榜着清高 到最后 收获得只有嘲笑 这话 说的就是我 你这儿看房子去了 黄油 芝士 巧克力 盐豆糖 对 就这些材料 你要把这些材料 全放到一块儿去 做一个蛋糕新品呢 这能好吃吗 不知道 你今儿没遇着什么事吧 你说 这面子 房子 车子 票子 这不都是人的欲望吗 人的欲望会膨胀的 那这些东西难道不能吃吗 不就是长胖吗 有什么呢 不不不 不是 咱 咱们俩说的不是一个事 就 咱们先说这个东西啊 你看 现在所有人的观念 都是想要瘦一些 都希望瘦成闪电 对吧 你这么多容易发胖的东西 还堆得一块儿去 你觉得会有人买吗 没人买我就自己吃 对 现在人就强调减肥减肥再减肥 健康成熟稳重 可是人都有脾气的 脾气都要发泄的 人在不高兴的时候 难道不能暴饮暴食吗 长胖一点又怎么样呢 人在开心的时候就笑 不开心的时候就哭 反正一切都是浮云嘛 对对对 都是浮云 都是浮云 你说得没错啊 那个 你做你的 你当我没说啊 你当我的话都是浮云 你别生气啊 来 这是您的 欢迎下次光临啊 拜拜 赵杰森啊 他估计这会儿补教呢 他没告诉我呀 忙活了一晚上 就为了这个东西 这 这能好吃吗 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 要不您替我尝尝 好 我给你拿一个 来着 你买单啊 我买单 今天这篇微博 我想向你们致敬 致所有努力生活的人们 你们辛苦了 也许你们 经历着反复的自我否定 经历着选择的进退尾骨 似乎变得迷茫 纠结 然而你们却从不曾妥协 哪怕荆棘密布 也要走出自己的路 也许你们 有着鸿鸿壮志 但是现实 总让你力不从心 不断从理想 跌落现实 又或许 你们真遭受困恶挫折 已经筋疲力竭 你们全力以赴的抗争 然而现实的力量 却总比你们大一点点 就那么一点点 让你们离梦想 尽在眼前 却又咫尺千里 也许你付出一切 一直在追求幸福 但是幸福却像一抹影子 它看似离你很近 却又总是和你保持着距离 你能看得见它 它就在那里 但却永远也抓不着 也许你们远离家乡 只为在一线城市 有一个立足之地 今天我想推荐一款蛋糕 它的名字叫福云 它包含奶油 芝士 巧克力 焦糖 各种果仁 还有一大堆MM豆 集合了你能想到的 所有高热量食材 实在不是保持身形的 最佳选择 但是在吃完这个蛋糕之后 你所有的压力 忽然在某个时刻 烟消云散 它的甜蜜 油腻 满足感 让你忘掉了那些心理交瘁 忘掉了那些悲伤凄凉 忘掉了卡路里 忘掉了存款数 忘掉工作的压力 和领导的训斥 忘掉生活的艰辛 与梦想的曲折 只是单纯地发泄着 放松着 活着 就像这款蛋糕的名字一样 浮云 只要活着 其他皆是浮云 我希望大家 就像汪国珍先生 诗里说的 既然选择了远方 便只顾风雨兼程 不要流泪 不要悲伤 你总是说 为什么生活会那么的苦 那是因为 你的梦想 特别的甜 你为什么 这个 刘总 例如今 已经到达了会场 米其林的厨师团队 也做好准备了 今晚的会推到明天吧 我怕我晚上状态不好 我想我应该没有来晚吧 今天老爷子大寿 这都几点了 你还在公司待着 心可真大呀 一点都不着急吗 这有些人哪 这到我店里来 明明是要找我帮忙 有话跟我说 但是来了之后呢 什么话也不说 真也是搞不懂 这不像你性格呀 这么热情相助 也不像你的性格 行 那彼此彼此喽 向先生 男士礼服也准备好了 您要不要试一下 放大一笔 都挑些什么样的衣服 你还很清楚的 我对衣服的款式 比较挑剔的 要是不好看的话 这衣服我可不穿的啊 怎么啦 谢谢 不客气 行了 走吧 走 走 爸怎么先到了 小飞 看啊 这儿折这么一下 然后呢 这儿两边拉一下 你看 这不就好了吗 还是小飞厉害呀 那可 怎么了 你怎么来得这么晚呢 我 我都吃饱了 这早高峰晚高峰很堵的 您是很久没有工作了您不知道 我还上什么班啊 现在是你奋斗的年代啊 我也该歇歇了 你想把我累死了 我真不敢把您累死 叔叔您说的没错 该我忙 该我忙啊 我来行不行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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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乖什么乖啊 不乖 我又怎么了 你多久没有来看我了 盛南工作忙就算了 你呢 我 我错了 我错了 我这不来了吗 好了好 不生气了 不生气了 哎呦喂 爸 我一个月来看您四次 你还是不记得我 你一个月看我四次 他 他有那么好的心吗 我怎么不认识你啊 他 谁啊 没事没事没事 没事 小飞啊 要不咱爷俩走一个 爸 您不能喝酒 你胡说什么了 第一 谁是你爸 第二 谁说我不能喝酒啊 啊 我今儿说个公道话啊 咱们这么着吧 今儿啊 这 我喝酒 您喝茶 好吗 这样行了吧 好啊 非常公平 来 找一个 哦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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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有会晚点回去 你好好在家 要乖 来了 今天公司的会有点多 对不起 找我什么事这么着急啊 及你所及 你有办法啦 你是声道老人吗 小小飞啊 嗯 我记得 我三十岁生日的时候 盛楠也就两岁吧 差不多 就 就这么一点点 他趁家人不注意呢 就偷偷地喝了两口酒 喝酒啊 真厉害 最后的结果呢 喝醉了 他蛮长的跑啊 跑得非常可开心哪 看来他从小就爱跑啊 盛楠呢 盛楠呢 盛楠你藏哪儿去了 你帮我找找啊 爸爸 爸 爸 咱不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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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楠他 他在 他一直都在 他在哪儿 他在 他一直在 在你心里啊 是不是 是不是 其实您自己知道 在您的心里边 盛楠一直陪着您呢 不是吗 你说得也对 他在我心里 不行 不 它在我心里 我觉得 那我们是 那我们是 我们都是 好 得 我们这样 是 这 就是 这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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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总 您没事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江先生 要不我送你去客房吧 老郎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先回去吧 好 好 老郎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好 好 老郎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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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只不过是个女店长而已 没有别的关系 别瞎笑 是吗 我还以为你你的效率 我的效率 我什么效率 就我的效率啊 昨夜晚上 谢谢你啊 都是两亲相控的事情 又不是第一次了 谁谢谁啊 我是说爸爸的寿宴 应该的 不早了 我还要去开会 明白 我就走了 早饭就不一块儿吃了啊 对了 你那个蛋糕店 最近营业额应该到瓶颈期了吧 你怎么知道 给你一点小建议呗 一旦饱和了需要扩张 我建议 你开几家连锁店 这饱和要扩张我也知道啊 但问题要开分店的话 得需要大量资金 这资金是个问题 这不用担心啊 我可以帮你啊 我可以做你的合作商 我还是不想让你帮忙 我想靠自己 不想靠你 你不要误会 我不是因为我们的关系 才去帮你的 我是真的觉得 你的那个蛋糕店 势比好投资 还是 还是算了吧 好 走了啊 要不一块儿吃到 再见 对了 对了 跟你说件事 那个 下次去看爸爸的时候 跟我说一声 老爷子毕竟什么都不知道 有些事一马归一马 行吗 走了啊 谢谢 对了 谢谢 最近这么辛苦 要不周末我们出去逛了吗 去哪儿啊 我想带你和他老家 见一下我父母 见父母啊 怎么了 吵我媳妇怕见公婆的 我是媳媳妇 我最近有点忙 要么以后再说 你找什么借口啊 要不这样呢 我呢跟你回你老家 去见一下你父母 怎么样 你以后再说吧 你是不是觉得我们两个的感情不稳定 最终不想见 你别多想 以后有机会 咱们俩一起去见 好不好 好 今天去哪里啊 我就随便逛个 享受一下自由的生活 下班了我过来接你 快去吧 加个工作啊 拜拜 你好 你好 我呢是跳跃科技的HR 很抱歉啊 商务有个会 让你等这么久 咱们可以开始了 龙先生 其实我对你的印象非常深刻 你设计研发的 小白机器人的经历呢 让我很明确 你就是我们公司要找的那个人 我可以保证 你只要来到我们公司之后 你的能力可以得到全部的释放 不会有任何的阻碍 我想了解一下 是 金金的问题是吧 这确实是最关键的 我们研究决定了 就按照你的那个标准来 而且你只要通过了公司的考察 你可以迅速地组建 领导一支十到十二人的团队给你用 你可能误会了 你想说这是我们公司的发展是吧 这么跟你讲吗 我们公司这两天呢 正在进行天使避漏的融资 红山资本 金沙江创投 他们对我们都非常的感兴趣 所以呢 我们的公司 是肯定没有任何问题的 您可以让我先办话说完吧 我想了解一下贵公司 目前主公的项目是什么 项目 小主人 你好 我是智能神全 这个 卡特 就是我们公司的最新产品 全力主动的项目 全自动智能小狗 我们叫它披萨 其实跟你那小白机器人呢 有一曲同工之妙 它呢可以根据孩子脚步 进行类自动移动 而且呢 还可以跟用户有一个深度的交流 这样 我给你演示一下 还要杀叶 我听到一个分钟 是画不出来的 是沉默的 是沉默的 你们现在不是人的 没有钱 他们可能会有钱 因为是沉默的 中间都是沉默的 尽默的 我们的游戏感都应该 技术还有待于调整啊 怎么样 红红 挺有意思的吧 你可千万不要小看来这只狗子 我这么跟你讲吧 孩子就是这个世界的未来 掌握了孩子的智能玩具 就等你掌握了未来 你愿意和我们一起 走向未来吗 老板人挺好的 但就是我这个专业不对合吧 佟先生 说实话我做里头这么久 很少遇到像您这么优秀的人才 但我必须也得说 现在想要找到完全匹配的可能性 真的很小 找工作又不是创业 不可能有百分百契合度的 你说得没错 找工作又不是创业 所以你的答案是 你帮我谢谢他吧 我 还是有我的底线和坚持 谢谢你啊 你是不是有些人 没错 又是有钱 是 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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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 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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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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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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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跟你说不代表他不信任你 不代表他要骗你 恰恰是因为他太在乎你了 再说了 他也没会开了 什么意思啊 他辞职了 自打你辞职那天起 他就坐不住了 可是姜大凯不同意他离开 你要知道 他刚到制动科技的时候 签了一份特殊的劳务合同 这里边不但有姜大凯 承诺给他的百分之一干股 还有一条霸王条款 一旦他强制离开 就要赔偿一笔 数目不小的违约金 他为什么不公布什么 你刚辞职心情不好 他不想再给你添麻烦了 不过你不用担心 我认识一些专业的律师朋友 可以帮上一些小忙 跟你说过了 也算是经过你同意 是吗 之前我向您提出离职 你说让我好好想一想 现在我已经想明白了 我不可能装作什么事情 都没有发生一样 我把工作已经交接完了 今天我正式离职 如果你还要以解约条款 来要挟我的话 那我也会通过法律手段 来维护我的个人旋律 来维护我的个人旋律 李萨 我们 有必要这样吗 我们 不再是我们 为什么 童云 他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 不好的事情 总是自己扛 好的事 才愿意跟大家分享 你们两个为什么会来这儿啊 这家福利院 是我们两个人的 故事有点长 喝杯茶 并喝并聊 所以说你是这帮小朋友的国王 还是她还是他们的王后 都是孩子们瞎叫的 孩子们 这家福利院经营了几十年了 创办人去世之后差一点黄了 后来是我跟许多一起出的资 才又办下去的 这些年也是我们两个一起经营管理的 每个月都会来几次 这毕竟 也是我们的家 有个事啊 你得帮我个忙 许多大部分的钱 全都用在这儿了 本来我一个人是可以的 但你知道她的脾气 不要跟我一人一半 但是现在她辞职了 收入出现问题了 还要私扛 劝劝她 实在不行我先垫上 等她以后有钱了再给我 估计你也发现了 她会莫名其妙突然消失 甚至是夜不归宿 原因都跟这儿呢 这些孩子一旦有个风水草凳 她会第一时间赶到这儿来 这些年满为她 还有个事 我觉得有必要让你知道 什么事 昨天晚上我们俩见面了 不光聊她辞职的事 还有你 还有我 我找了几个搞资本市场的朋友聊了聊 得到一个好消息 对于现在的市场来讲 自动驾驶有一定的诱惑力 但坏消息是 童雨呢吃块肥肉不佳 但她也是一块烫手的山芋 她是从制动科技出来的 制动科技已经申请了 三个研发阶段的项目安全 而且放出话来了 要断了童雨的后路 朋友们呢怕麻烦 不愿意招惹童雨 这个你也应该能理解 那怎么办呀 能怎么办呢 这条路走不通 怎么换条路走 尽量地去规避这些公司 我呢 找了南京几家的大型网络公司 他们对智能科技很感兴趣 而且也愿意大力发展 资料给你拿来 看看吧 还是你有办法 你呀 应该是个骄傲的人 我觉得腾飞科技最合适 好啊 那要不要见面聊一聊 太好了 所以说 你是在帮我找投资 本来是想办踏实的 才告诉你 我要谢谢你的 到这个时候你还相信我 谢谢他 人家说了你是天才 我希望你能像他相信你一样 相信他 下一条 我希望你能像你一样 你还能像你一样 但我不停满到你了 还是有个好朋友 还能像你一样 不是我不想说 那只有一点 不明显 şiir 倩倩 我李杰森要在上海 买一套属于我们的房子 我们之间是不是也改变了 其实人 随时随地都在改变 是谁改变了谁呢